近日发布的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 短视频已成为用户杀时间的戾气 截至2020年6月 短视频与人均单日110分钟的使用时长 超过了及时通信 那么人们每天都花多长时间看短视频 短视频给他们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上瘾 看个差不多一个多时 会上瘾 学习的时候随着随着就刷起了手机 一天两三个小时吧 会上瘾 反正有时间有空的话就一直在看 能控制得住 然后有时间的就看 看个就是半个小时吧 不上瘾 那天看多久 十几分钟吧 用不着一个小时呢 我不上瘾 但是我会看 然后一天大概 我就几十分钟吧 二三十分钟 不上瘾 大概半个小时 不太上瘾 几天看一次 闲闲的时候才会看 科幻的宇宙啊 还有动物世界之类的 那种科普美食啊 还有一些搞笑的视频 像什么历史啊 科教啊 还有一些文艺的东西 我觉得 其实对自己平时 那个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能透明我的社交渠道 有好的那个内容嘛 比较可以采取的 就是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看那个就看美食的那些小视频 我原来不会做菜 然后现在也学到了一些 信息传播 传播的速度比原来要快 包括这种新闻的传播力吧 像疫情期间的各种信息 包括应对的措施 肯定都是通过短视频是最快的 就是我们出去一起约饭嘛 然后做些之后呢 他就一直在刷那些视频 然后我不刷那些东西 然后可能我就是跟他聊一些 看着有趣的东西才不搭理我 浪费时间 本来是想要睡觉了 然后看了一会儿 短视频之后就不困了 然后就可能会刷到很晚 就比如说要学习嘛 然后本身计划的要先写40道题 可能写到20道题以后 就觉得累了 想奖励一下自己 就刷会手机 刷着刷着 就刷了一个小时 看个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然后呢演艺鬼堂 对视女不好 多买点书回家看看 比看看那个刷视频要好得多 就是不让自己碰到手机 然后去户外运动一下就比较好 通知提醒啊之类的 给他关闭了 尽量不要让他在手机屏上出现嘛 那个打开短视频的 游战性模式 就是累积时间超过两小时以后 就会强制下进 手机交给父母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卸载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